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人机掠过树顶 头下带有高温热熔金属弹幕的炸药 产生的烈焰温度高达2000度 将大片俄军阵地变为焦土 据分析人士吴方指出 此次袭击后 受袭的俄军阵地无一人生还 多方消息显示 乌克兰已经开始部署携带铝热机罐的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通过混合铝热机油 金属粉末及特定氧化剂 产生极高温度的液体金属 迅速点燃地面所有可燃物 这种新型武器在威力和毁伤力上与俄军曾使用的温压弹和白鳞弹相仿 但通过无人机精准投放 打击更具针对性 覆盖范围也更广 与传统火焰喷射器相比 这种无人机无需近距离作战 有效降低几方伤亡风险 可成为乌克兰的战略性武器 在前线情况方面 乌东顿涅茨克州阿夫迪伊夫卡以西的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最为激烈 乌军奋力抵挡俄军的人海战术进攻 过去一个月 俄军为争夺这片区域已付出余衣 两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 充分说明了战事的激烈程度 查索夫亚尔前线过去24小时内 俄军麦斯科发起强势攻势 试图跨越运河却未能成功 在红军孙方向 俄军持续向东侧发动台极规模攻击 力图推进至该城 尽管俄军行动进展缓慢 仍在逐步前进 而乌军则在南翼进行反击 尤其是在塞利多夫南部表现突出 乌军已越过铁路 在诺夫克罗切夫卡西部与俄军交火 正如我们昨天提到的 俄军兵力不足 无法同时在红军孙东部及南翼保持进攻优势 谢尔斯基将重兵布置在南翼 而非正面作战 很可能是为了切断俄军突出部 红军孙方向的乌军兵力充足 使得任务看起来并非不可能完成 库尔斯克战场方面 激烈的冲突仍集中在科列涅槃东侧和苏甲东南区 过去48小时内 乌军持续对库尔斯克西南塞姆河两座临时浮桥进行打击 被包围的格鲁士科夫地区仍在俄军掌控之中 目前没有乌军发动装甲突击的可靠报道 也未见俄军成功突围的消息 一位乌军士兵分享了刘比莫夫卡路牌下的照片 证实该村早已被乌军攻下 现在只是盖章确认而已 最新的影像显示 乌军正在靠近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 沿铁路北上推进 规模不大 这意味着乌军目前的进攻方向 是与科列涅槃相反的 似乎并不急于夺取这一铁路枢纽 据ISW报道 俄军在科列涅槃东部的奥尔哥夫卡附近 重新驳回了一些阵地 显示出其仍具备较强的战斗力 当地时间9月3日上午9点10分 俄军向乌克兰中部布尔塔瓦市 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袭击了军事通信学院和临近的一家医院 造成重大伤亡 目前已知51人死亡 270人受伤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通信学院的建筑被摧毁 许多人仍被埋在废墟之下 截至目前 已有41人遇难 超过180人受伤 他向遇难者家属致已哀悼 当地官员指出 空袭警报和导弹落下之间的时间过于短暂 许多人未能及时撤离到防空设施内 泽连斯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并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以保护平民生命及城市基础设施免遭侵害 尽管乌克兰方面也时常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 和军事基地进行打击 但从未建乌军像俄军那样 疯狂袭击学校 医院 商场 公交车站 居民住宅和后车室等人口密集的民用设施 这两者的文明与野蛮对比显而易见 不过 这次最新被袭击的通信学院是军事学院 是否符合国际法中合法的军事目标 确实存在争议 俄军曾攻击乌克兰新兵的训练中心 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也曾引发类似讨论 虽然这次事件带来了深切的悲痛 但也传出一条略显宽慰的消息 9月2日 罗马尼亚参议院批准了一项 由政府提交的议案 决定向乌克兰转让两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这项提案在参议院获得了101票赞成 仅13人反对 另有两人弃权 罗马尼亚国防委员会主席尼克莱塔指出 该法案希望能在本周末前通过下议院审议 并特别强调此举不会影响罗马尼亚的防御能力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924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了过去24小时内的战损数据 不包括俄境内的库尔斯克战场 乌克兰在境内消灭了1390名俄军 使俄军的累计损失人数达到约62.04万人 伤亡比例为1比1 并摧毁了俄军的7辆坦克 27辆装甲车 30轮火炮 35辆油罐车和12台后勤特种设备 还击落了43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根据多方信息的综合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损失总计约14.6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比例约为1比1.5 俄军的袭击还导致约2 3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约10万人受伤 与此同时 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透露 政府有三位部长递交了辞呈 分别是战略工业部长卡梅深 司法部长马柳斯卡和环境部长史特雷斯 议会将讨论他们的辞职请求 40岁的卡梅身在社交媒体表示 他将在国防部门继续任职 但会担任不同的角色 总统泽连斯基可能会很快任命新人 填补空缺 政府人事更替 不会影响乌克兰的正常运作 相反 这种几年一次的人员更换 符合西方国家的惯例 有助于防止腐败滋生 9月3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称 该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在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后指出 近期针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导弹袭击 导致多处核反应堆与电网的连接中断 使乌国家电网的稳定性受到威胁 核电站的安全面临更大风险 格罗西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派遣专家团队 前往受损边电站进行评估 并向机构提交报告 研究可能的应对措施 他强调 核电站的安全运行 依赖于与电网的稳定连接 而当前的局势正在变得愈加脆弱 格罗西计划本周晚些时候 前往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评估该地的实际情况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 破坏核电站的安全 已成为一种宣传战术 在核安全问题上 俄方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国际原子能机构 成员国的支持 这显示出 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愈加明显 此外 媒体报道称 美国政府正在初步决定 是否向乌克兰提供空射远程制导炸弹 其最大射程可达800公里 如果这种炸弹从乌克兰领空发射 理论上能够打击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但目前尚无确切信息表明 这一点已成真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低 因为即便是射程仅25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 用于打击俄军机场和导弹发射基地 美国也尚未同意 如果有更可靠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寄情报道 在昨日接受NBC采访时 泽连斯基提到 俄军已将6万名士兵调往库尔斯克 而一周前 乌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塞尔斯基曾称此数字为3万 但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在攻入库尔斯克前没有通知西方农友 他强调这并非不信任的表现 去年夏天的反攻行动在诸多方面 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由于过多的宣传和讨论 给了俄罗斯人充分的准备时间 因此 这一次我将知情者的范围缩减到最小限度 这也是我认为 这次行动能够取得成效的原因之一 他表示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攻势 是其总体胜利计划的一部分 各个目标都在有序实现中 泽连斯基透露 目前乌军已在库尔斯克控制了约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些区域将来可能作为谈判筹码 不过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在最近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 对这种猜测予以坚决否认 拉夫罗夫表示 乌克兰可能想利用这些土地作为交换 但这是简单而幼稚的想法 俄罗斯不会就自己的领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或妥协 与此同时 普京在视察图瓦共和国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称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一旦失败 乌克兰将被迫以实际行动而非言语来实现和平谈判 俄罗斯已在库尔斯克及其他边境地区开始组织支援部队 以抵御乌克兰长达四周的反入侵行动 库尔斯克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对俄罗斯媒体表示 当地将组建一支志愿战斗预备队来增强防御能力 乌克兰哈尔科夫部队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称 俄罗斯在布良斯克和比尔哥罗德地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这三地与乌克兰接壤 预计志愿军总兵力在5000人以下 虽然莫斯克似乎再向库尔斯克重新部署少量部队 但主要依赖现有的边境防卫部队和内务部队来维护防御 普京在西伯利亚图瓦地区的一所中学与学生见面时 刻意淡化了这次入侵的影响 他对学生们说 俄罗斯必须抵御这些侵入者 他在战争期间避免发动全面动员 而真正令俄罗斯焦虑的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 俄罗斯认为 拜登政府正考虑扩大美国武器在俄境内使用的许可范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马利亚扎哈罗瓦上周五称 拜登政府显然准备进一步向乌克兰让步 甚至允许其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对俄境内发动攻击 据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杰姆 乌梅罗夫上周五在华盛顿向白宫提交了一份 有关俄罗斯境内潜在目标的名单 迄今为止 美国政府拒绝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进行反炮击以外的攻击 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上周确定了245个潜在目标 这些目标均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射程范围内 其中包括36个空军基地 其他目标则为弹药库通讯中心和军事指挥设施 目前乌克兰继续保持不使用美国武器进行远程攻击的方针 9月2日深夜 普京抵达蒙古国进行访问 此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并非因为蒙古国的国际影响力或普京希望从中获取武器弹药 而是因为这次访问标志着普京首次进入了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 蒙古国理论上应该对普京执行逮捕令 然而 这次访问表明蒙古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置若网文 在访问期间 俄罗斯和蒙古国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 包括增加对蒙古国的石油和相关产品出口 以及对蒙古国基础设施的投资 普京宣布 俄罗斯将帮助修复乌兰巴托三号火电厂 蒙古国是一个人口约350万的小国 人均GDP约4600美元 实行民主政体 蒙古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历史上是苏联促使其从中国分离 苏联解体后 尽管经历了颜色革命 蒙古国与俄罗斯仍保持着稳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蒙古国在2000年12月成为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的签署国 按理应履行逮捕义务 乌克兰外交部对蒙古国为履行国际义务 接待普京访问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蒙古国之所以无视乌克兰和西方阵营的态度 主要是因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而与乌克兰及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甚少 蒙古国无视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 应履行的国际义务 公然接待普京 给予了他期待中的外交礼遇 这一举动在获取一定经济回报的同时 严重削弱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威劲 令其在国际上权威受损 同时 这也使蒙古国的国际声誉遭受重创 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尽管普京顺利完成了此次访问 这并未改变俄罗斯在国际上 被西方阵营孤立的局面 也未对俄乌战争的局势带来实质性改变 相反 这次访问带来的经济援助承诺 可能只会加重俄罗斯本已陷入困境的经济负担 加速其经济衰退 普京此行虽然在外交上看似有所斩获 但其背后代价不容小觑 蒙古国因选择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而冒险 可能会在未来面临来自西方的更大压力或经济制裁 蒙古国的举动 虽然短期内换取了经济上的好处 但长期来看 这种选择或将对其国际立场造成不利影响